1937年2月 德国开始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但最终由于制造反应堆的石墨纯度难以达标而受阻 几年后 美国利用从德国出逃的科学家正式启动曼哈顿计划 并迅速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 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 中国西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墨资源 因此成为了美国生产高纯度石墨的重要地点 嗯 哦 梅里 who's that There catch him Go Google 救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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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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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封锁大门 开 让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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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 让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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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由于 K.M.A. 简兽的那种 救命 快点 救命 你赶紧 应该死吧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